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相信对面三个防守球员突然看到春雨这样的冷门角色使用了这么一大串华丽的招式 肯定是被吓得防守只能随便按个主攻瞎梦一下盖道就盖道 没盖道只好说 这冷门角太少见的不习惯 下一球就盖道了啦 好 阿木晃了一下再传给春雨 这时候春雨投出一个机智球 好 机智不给脸直接不进 没关系 我们做好这一波防守看看 好 一个干扰之后 篮板球自己拿 好 再来第三次进攻 我们球再次给到了春雨 接到球之后 我们这一次决定使用接球转身 左晃右途 转身途径 双途突破灌篮一段 OK 对面这时候应该是非常傻眼 想说居然被春雨这样华丽的扣两颗实在太丢脸啦 这个时候刘川峰的二端扣篮被阿木盖了下来 先到章马上捡起球 用了一个果冻赏篮得分 OK 新的一波球拳回到我们手上 阿木一闪之后把球交给了春雨 春雨接球转身左晃右途 转身途径 双途普通赏篮篮 直接被仙道舱狠狠地盖下去 OK 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们 因为今天的战术就是要让春雨既无快乐地展现他的华丽进攻万花筒 没错 就当大家都觉得春雨只会往篮下硬冲的时候 我们 我们就在此使用机制球 两分入手 那这个时候对面的刘川峰居然决定在开球的时候 直接使用转身格扣 那结果当然就是被盖下来了 就当对面剪到地板球的时候 连系统都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 直接送春雨一个被动抄劫 没错 聪明的观众应该猜到了 这个抄劫直接让我们的春雨得到了额外的能量 这就是打败海南的气势 OK 今天拍这支影片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频道1000订阅达成的感动跟喜悦 那长发樱幕花道的Q版公仔抽奖影片 会放在今天影片的最后一段 大家千万不要按下暂停 直接跳到最后面看抽奖 麻烦各位继续欣赏我用心制作的春雨快乐进攻万花筒 另一个目的就是在实战解说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 即使是玩最冷门的角色 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回最一开始玩灌篮高手的初衷跟快乐 那我们继续回来看春雨见无的下一波进攻万花筒 没错 这一波我们就直接单刀直入的使用了 接球转身 转身突破惯来 突然的节奏变换 有时候能打的对面措手不及 这时候比赛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一半了 对面的流川风也简单的使用了一个后撤拿下了2分 这时候我们也果断绝境再打一次机制球 有 接球转身 左晃右途 转身投篮 结果球弹了出来 没有想到是机制球算错还是自己搞错 赶快把球掺给阿牧帝王墙头 稳稳拿下2分 12比12 这时候流川风一个突破之后 掺给了櫻木 再掺给仙道 仙道这时候后撤突破来到右边 再来一个假上真传流川被撞停 球回传给仙道 但是直接被抓个正着 春雨贴身主攻 主攻完之后 立刻再来修一波无情的 普通空位投篮 结果系统更无情 毫不意外 赤木稳稳抓下篮板之后 我们只好再组织一次 接球转身 左晃右途 转身途径 双途 普通假动作一次 两次 进攻时间只剩下5秒 果断把球倒传给阿牧帝王墙头稳拿2分 轮到对面进攻 这时候 刘川峰一个右侧假动作以后 进来一段 二段 无情贴身主攻 櫻木花道捡到地板球 刘川峰突破被撞停 刘川峰再次溜底线 又被撞停 最后5秒钟 仙道章一个失误被盖了下来 时间还有最后3秒钟 刘川峰后侧再度被盖下来 48秒进攻为力 成功防守 球圈转换 轮到我们进攻 阿牧来到右边 底线 想使用帝王术船 结果直接失误 捡到了地板球 我们还是交给今天的主角 春雨剑舞 让大家看看主角的实力 就算操作失误 还是可以把球放进篮筐 时间来到最后51秒 刘川峰一个突破之后 普通投篮直接弹了出来 櫻木拿下篮板 刘川峰再次使用转身可扣 可惜又再度被盖下来 地板球被阿牧捡到 阿牧一闪 传给了春雨 春雨说我有大 阿牧立刻知道 春雨想要再次使用 有 接球转身 左晃右途 转身途径 双途 再来一次 大风车灌篮 时间来到最后29秒 刘川开球 想要抢分 一段 二段 再次被贴身主攻 櫻木花刀捡到地板球以后 直接开个大招 稳稳拿下2分 比数来到18比14 24秒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稳稳的制造一次春雨进攻机会 接球转身 左晃右途 转身途径双途 想秀可是被撞停 只好乖乖传球 阿牧这时候有一个大空档 直接空位拿下2分 这2分拿下来之后 比数来到20比14 时间剩下最后14秒 这个比赛差不多就算结束了 非常谢谢各位看到这边 查克爸爸的第一次实战结束 在这边献给一路陪伴我到1000订阅的各位朋友们 在实战影片结束之后呢 就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 1000订阅突破抽奖影片 其实这次影片会花这么久的时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整理 从频道开始的第一则影片到上一支影片的时间点 总共累积了800多则参加抽奖的有效留言 我也在这部影片的最后面 附上我整理留言的说史影片 以及1000订阅抽奖活动的得主 至于在我制作抽奖影片之后 所留下留言的观众朋友也不用担心 你们的留言会留到下一次的抽奖活动 那由于圣诞节已经要到了 所以我打算把2000订阅的这个 湘北五虎将的奖品 直接改成这支影片底下的留言抽奖 活动办法如下 麻烦各位按下订阅 在这支影片的下方 留下指定开头的留言 后面麻烦自由发挥 查克爸爸将会在下一支影片 公开这一次圣诞节特别活动的 湘北五虎将得奖名单 OK 现在就正式进入1000订阅抽奖活动影片了 这边总共累积了816则有效的抽奖留言 全部都在这边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那我们把这816个名字 复制贴上到这个线上抽奖工具程式 好 816个抽奖名称都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遍 再核对一次总数就是816个抽奖名称 OK 那我们就开始抽奖 好 长发樱幕画到Q版公仔的得奖者出炉了 恭喜我们的Lester Wu 应该是这样念没错吧 请这位Lester Wu 在一个星期内 也就是12月29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 透过这个信箱联系我 再次恭喜得奖 那如果超过时间都没有联系的话 我会把这只公仔加码到这支影片的圣诞节活动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这只公仔没有被领走的话 就会在这次的活动抽出湘北五虎奖 加上这支长发荧幕 那就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爸爸恰 查克爸爸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